父母有没有带你去看过病 妈妈在我两岁的时候就出外打工了 然后爸爸就离开了家 对我们不闻不问的 最后我的病严重的时候 我爸爸回来了 我二姨就让我爸爸带我去看病 但是我爸爸不愿意带我去 在我二姨的逼迫下 她勉强地答应带我去了 在走的路上呢 我一直跟在爸爸身后 爸爸也不牵我 也不抱我的 然后就紧紧地跟着他 走着走着爸爸停了下来 我在想爸爸停了下来 难道是看我走得太累要抱我吗 我就走到他身边去 可是他却突然很凶地 冲着我吼说 你怎么不死啊 你怎么不死啊 就这样冲着我 我当时都懵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句话就像一根刺一样 扎在了我的心里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然后当天爸爸带我去了一个小诊所 就随便看了一下 就这么吵吵了事了 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看过我们了 一个非常 我好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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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